已经得到篮球的认可 所以毋庸置疑 至于是不是联赛不允许更换亚洲外援这一点 在 往动之后想造犯规 这球没有给上 但是 球打进了 第一下呢 把江苏队员点掉了 但是张苏的这两个前锋是回身很快的 你家伊丽这样的队员 他这个开起帽来很吓人 刚刚又是麦迪非常漂亮的一次传说 但是队友还是没有能够打中 麦迪在篮下自己补连补两下 不犯规 转出来头重 右手补一下没有 左手再补一下还没有 干脆拉出来我头绑 大家看 270度大转身 好吹 漂亮 漂亮 这球传跑的时机都非常的恰当 再看王刚 球传了也不错 嗯 那场比赛投进了11个三分之后 不 好球麦迪 还是要靠麦迪关键说 对 这就是他的特点 就是不管有理无理 我球一定给你弄进去 麦迪 这小达 压少三分 哇 这球连爱荷已经是防到了麦迪的脸上了 哇 这个是 有麦迪 巅峰时代的影子 啊 白马长枪 杀光 这边麦迪又是打中两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直接一哥 过了伊利之后 看一下 这边的这次进攻 再掉 哇 哇 这球 超 确实是 状态出来了 再看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了 哇 这球可以吹犯规 麦迪 啊 这么小半个 这内衬呢 他主要还是在防守 哇 哈利斯 这就是累了 一累之后呢 手上没竖 再给内线 再给杨哥林 这次终于打中 因为赛勒 刚刚丹尼尔 跟丹尼尔是运了几下 就看到没有机会 只能自己选择中投 但是 受到了赛勒的影响 之后没有投 其实麦迪是在破联防上 没有太好的心得 王康空费三分 投入 投进了 能说什么呢 往年呢 有一个CBA的这个 我们先看啊 麦迪终于是把这三分球投进了 这三分球够关键了 够关键啊 这个三分立马又是把分叉 变成一个蹦蹦 按规矩 这一攻打完 还有一攻 孟达来面对麦迪 麦迪 再刷一两分 106比95 还有10秒 现场的计时器已经坏了 麦迪终于要赢球了 一输胸易 终于是赢了 嗯 等一位 不关键 更难以为 可以 不是 孟达 老敦 0